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纯粹的笑容 满满上预感 赢得网友的一致赞美 岁月不败真美人 黑色礼服 配黑色大衣 黑色细带高跟凉鞋搭黑色金属练小包包 流畅而优雅地走上铺着红毯的台阶 只是偶尔的一回眸 便让整个爱丽社公大门光辉夺目 金色其尖短发很是蓬松 显得苏菲脖子很长 脸很小 特别是那看似没有特意梳理过的法师刘海 让他58岁的容颜 看不出一丝老态 苏菲笑得自然又矜持 充满了女性的含蓄美 但头顶上那大大的墨镜 却让他欲解饭十足 没有多余的装饰 有时只是一副眼镜 便足以透露 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真实状态 这些年 苏菲 马索已经很少出镜 但身为中法大使 她是必然要露面的 随意之中带着满满的真诚 那是西方颜值 东方神韵下所展现的最美结合 苏菲出生于1966年 她身上其实真的没有东方血统 但造物使然 她黑发神童 美貌里天然生出了东方神韵 她曾说过 我没觉得自己多么美 直到我拍了电影 别人开始谈问我的胸部 我非常不好意思 看了看自己的作品 发现自己确实还蛮有女人味的 这大概就是苏菲最早对自己的认知 但18岁成名的她 怎么会想到呢 在后来的生活中 她在很多人身上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美与时尚 特别是亚洲女性的含蓄 让她变得越来越以气质美为优势 我看到一些亚洲女性身上的内敛 谦虚和一点点宝宁 也看到了自信和细腻 不管如此 这份物质是独一无二属于你的 于是 原本年轻 张扬的苏菲越来越不一样 她清澈的棕绿色眼眸中开始有忧郁 她青春的脸上涌现出东方神韵的典雅 这是苏菲自己也不认识的自己 她忘不了自己从小对自己男性身份的认知 若不是成了明星 恐怕她还会以女汉子的形象存在 而不是今天这样性感又妩媚 清纯又忧伤的状态 苏菲生长在一个有点重男轻女的家庭 从小苏菲被当作一个男孩子养 父亲第一次发现苏菲穿裙子时 那么女性化的形象真把她吓了一跳 那时的苏菲就是纯粹将年轻与纯真 演绎到最优美状态的 她没有自己的风格 但多年的演绎生涯 以及多段感情的逃成 她身上的女人味越来越不同于任何人 这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 在苏菲马索的身上 永远是那种随意又自然的风采 没有高高在上 而是高兴就好的自然 但苏菲的感情经历不是怎么成功 18岁恋上了大自己26岁的导演 用16年的时间去追究一份爱的真谛 最后只是无疾而终 毕竟这个世界是否有真爱永不变质 始终是个未知数 苏菲也无能为力 可这样的打击并没有让苏菲远离爱情 相反 她热衷于爱情 认为那才是真正滋补一个女人的来源 所以哪怕30多岁 哪怕40多岁 依旧要被真爱疯狂 让自己活在爱情里 这是我十几岁到现在始终没变的 这就是真实的苏菲 离开初恋 然后投入制片人吉姆 莱姆利的怀抱 他们在一起生了一个孩子 可也仅仅维持了五年的相爱 最终依旧是分手 与克里斯托弗 又一起生活了七年 苏菲依旧没有婚姻 对于她来说 婚姻这种形象远远低于她对爱情的要求 如果有爱就够了 何必执着于一种形式呢 但苏菲应该已经想到了 人是会慢慢变老的 她在美的脸 终会随着岁月慢慢改变 好在她始终很清静 老就老了 没必要因为怕老而过度整容 科技发展是好事情 我不反对有人到医院去解决美丽的问题 不过要掌握好分寸 再说 为什么不是是自然的方法呢 比如 我就很会照顾自己 解烟 在度假期间做日光浴 定期运动 补充维生素 没有大块时间去美容院的话 我会自己在家护理皮肤 这就是真实的苏菲 整容于她 不过是分寸的问题 但她怕自己掌握不住 所以选择不整容 所以自己去动手护肤 当有人问苏菲 怕不怕变老时 她大方又干脆 我一点也不怕 因为我会优雅到死 这口吻 这态度 是不是就已经写下 今天58岁 依旧优雅如初的原因了吧 也是 世界上没有阻止变老的法术 科技在如何发展 也无济于事 但心态决定一个人的形象 就像苏菲这样 在变老面前 淡然而坦诚 在生活中照顾好自己 和岁月达成和解 用气质搞定一切 有评论曾说过 苏菲 马索 被法国男人欲为 永远地挚爱 同时也是众多成熟男性的梦中情人 她的美 犹如一曲悠闲的欧洲小调 让人魂牵梦绕 人们不吝惜 把各种赞美的词汇送给她 却仍无法说尽她的风采 这评价多么重肯 一个女人可以美到这样 还有什么能影响她向前的脚步呢 苏菲老了 但她还年轻着 从身到心 从外到内 这美是她终生的形象 不结婚 不意味着没有感情 迄今为止 苏菲马索经历了三段感情 有人说那就是情不坎坷 不然都生孩子了 为什么不结婚 其实 这只是苏菲马索 对于婚姻的不同看法 她活得清醒 活得透彻 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离得开感情 而孩子则是圆满一个女人生命的操作 她想要编剧做了 1984年 苏菲马索18岁 解拍了《狂野的爱》 那时的她 姓春 单纯 被影迷称为 法兰西之本 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大胆的风格改变 让其付出不少 但因为安德烈 阻牢四季 他愿意拿出 一百万来和自己的东家对抗 安德烈大了苏菲马索26岁 是一名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导演 人称疯子 就是这样一个疯子 偏偏住进了她的心里 很多人想不通 苏菲马索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是叛逆 是内心压抑的反弹 从小 她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不被家人所重视 也不能有自己过于张扬的行为 一路唯唯曲曲的长大 外人眼中的苏菲马索是个乖女孩 可只有乖女孩自己才知道 她内心有一万个声音想要叫嚣 想要发泄 十四岁成名 苏菲马索便直接被定义在青春女神的界面 无法动弹 她憋屈 不甘 可却不敢拿自己的演艺形象去读 直到遇到安德烈 似乎一切的内心压抑 找到了一个口子 苏菲马索将内心所有的委屈和不甘 都自然而然地排放出来 所谓改变 从来都是如此 苏菲马索不是圣人 哪怕很聪明 但也向往被理解 被释放的人生 在安德烈的引导下 她的息部顺利改变 而她的内心也莫名得到了安抚 通过演戏去释放自己 这大概是最有利于一个人 在自己内心疏解自我的指引了 安德烈拯救了苏菲马索 也吸引了她 让少女的青涩之爱得到萌芽 是的 是苏菲马索先捅破了那层爱之隔膜 她大胆而热烈 追求安德烈一点也不难为情 以至于外界认为她 只是为了炒作自己 与安德烈在一起之后 苏菲马索一停便是16年 一个女孩所有的青春 所有的美丽 她全部奉献在那段感情里 但两个从来没有 谈过结婚的问题 似乎爱情本身比婚姻那只保证重要得多 苏菲马索的失业也在这段感情中 走向了至真至纯 走向了风格独立 1995年 32岁的苏菲马索 生下了自己的大儿子 当时连安德烈也很意外 可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想做母亲了 仅此而已 多么自信的选择 一个女人可以没有婚姻 没有丈夫 但同样可以追求成为母亲 当心理年龄成熟到 足以担负其另外一个小生命的时候 成为母亲的角色便水到渠成了 女人会当妈妈也要坚强 但不一定非得靠那张纸来获得所谓的安全感 清醒如苏菲马索 爱是生命的一部分 合成为妈妈一样 但婚姻不是 2000年 苏菲马索与安德烈和平分手 因为爱情淡趣 因为在事业上 两个产生不同的看法 没有争执 没有互对 她带着孩子全身而退 2001年 苏菲马索转战好莱坞 认识了制片人吉姆 莱姆利 那是一个与她有着相同经历的男人 两个人因为激情与共情而走到了一起 2002年 苏菲马索的女儿出生了 36岁的她没有结婚 但已经儿女双全 这段感情持续了近七年的时间 依旧因为两个人的认知与走向变化而分手 2007年 苏菲马索41岁和克里斯托弗·兰伯特走到一起 人到中年 但婚姻依旧不在她的选择之内 有缘便在一起 无缘便顺其自然 这是亲情也是理性 苏菲马索也许年轻时也有过不甘 有过压抑 但在成长之后 她完全顺从了自己的内心 婚姻纵然美好 却终不是绑死一生的工具 孩子虽然会因此而缺少圆满的家庭观念 可充实的爱 足够他们在成长中吸取养分 苏菲马索的第三段感情是在2014年分手的 当两个人不再相爱 当两个人感觉到了疲惫 自然的分开便是最好的选择 从这一点来看 苏菲马索的感情之路一点坎坷也没有 相反 三段恋情都是和平分手 哪怕她声明在外 三个男人都同样选择为其甘心沉默 爱情不是强迫 在相爱的时候认真付出 认真对待便够了